Inpress母片编辑1 上一个单元我们认识了母片如何影响到我们的投影片 那这个单元我们接下来要介绍怎么样去做母片 好我们先看第二张投影片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文字的颜色做变更 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直接在投影片上面做变更 那我把文字部分选起来 我去变更 文字的颜色部分 好这是一个方式 那假设每一张投影片我都要变更同一个颜色的话 那我们这样反复操作是很浪费时间的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到母片编辑的功能 好我先把这两个变化先复原 那怎么操作呢 好请各位到右侧栏 好找到母片页面 好在我们的母片的地方 按滑鼠的右键 选择编辑母片 好那母片编辑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他提供了一个是标题的颜色 还有文字框里面的大纲的文字颜色 好我们先来做一下标题 请直接在这个文字部分点一下 好你可以设定我的母片标题 要用红色的文字 好那大纲文字呢 我点一下 好我想变更成 好绿色5的颜色 好那你也可以把第二层 我们所谓的第二个大纲层次 好也可以做个变更 好那在我这个简报是没有用到第二层 好一样我们来先做个设定 好青色的 好当你做了设定之后呢 那底下几层多跟着你最后一次的设定为准 好我们来变更了母片的标题文字 还有文字框里的大纲文字颜色 这两个好我们关闭 好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投影片 已经帮我们做好变更了 好这个就是我们母片编辑上的效果 它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投影片 好那这个知道之后呢 是不是每一个母片都是符合我们的需求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标题颜色是红色的 都是红色的 那我想要做点变化可不可以 可以 假设您不喜欢母片的预设 您可以直接在投影片上做修改 好例如我点选这个标题 好我配合我的木棉 我使用橘色的标题 好那山樱花 好我配合花的颜色 我选择粉红色的 好 好乒乒乓草 那我配合花的颜色 我选择黄色的 好 假设我们做了这样子的标题 会让我们的投影片显得比较活泼一点 好但是要千万要记得 您在投影片上面直接做的设定 以后你的母片做了变化 它不会影响到你在投影片上做的设定 什么意思呢 好这个我们标题已经用手动设定把它成橘色 好这个是粉红色 好 屏风草是黄色 好其他的我们保持不动 好保持不动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母片编辑试试看 好编辑母片 假设我把这个标题颜色换一个蓝色的三好了 好各位想想看 等到我们关闭母片之后呢 我们刚才的投影片哪一些标题不会变呢 好没有错 你直接在投影片上面做的变化 不会受母片编辑的影响 好你可以看到 好只有 你没有手动设定的话 它是套用母片的样式和格式 好那如果说我想恢复 我想让这些设定按照我的母片编辑的样式和格式怎么做呢 很简单 好快点两项你想做变更的部分 按滑鼠的右键 点选预设 好这个时候的预设的意思就是 请你套用我母片的样式和格式 手动把它预设回去 那母片编辑我们再看一次 它里面只有提到标题的文字 还有大纲文字 好我们来看最后张投影片 好我们看第九张投影片 然后呢顺便把它切回去属性 我们看一下它版面配置 好第九张投影片 它用的版面是什么呢 是一个提名投影片 就是一个标题 加上一个副标题 或者我们称为子标题 好那这个 这个版面配置和这个提名物件的版面配置 是不是一样呢 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是不同的 好我们把它切换成 这个提名加上物件的版面配置 好你会发现 它的文字颜色和我们之前的 这些文字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它在这个版面配置里面 所谓的物件框的文字 是属于大纲文字 那指标题的颜色怎么做设定呢 好我们请各位 回到版母片页面编辑 我们按一下编辑母片 好各位看不到所谓的指标题的设定 好没关系请按 F11 或者到格式 选择样式和格式 好F11 那我们可以用快速键F11把它叫出来 好它在这里做设定 看到了吗 复题 好 题名就是大标题 复题就是指标题或复标题 好假设我们要把刚刚第九章的文字颜色 要做变化 好我们选择复标题 好记得按下滑鼠的右键 选择修改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变更颜色部分 我们选择 好一个蓝色好了 好确定 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按一次F11 把这个样式和格式呢 先 结束 好我们关闭母片检视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后一张文字的部分 已经根据我们的样式和格式的副标题 去做变化了 好请各位记得 当你在使用不同的版面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它是所谓的是大纲呢 还是标题呢 还是副标题 好你必须做正确的样式和格式的设定 它才会根据你的颜色 或者是你的样式格式的设定做变化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单元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检视工具列 这里有一个叫母片检视 目前是没有打勾的 有时候我们在编辑母片的时候 这个工具不会出现 如果这个工具没有出现的话 例如是这个工具没有出现 我无法离开编辑母片的形态 那我跳不过去怎么做 请记得到检视这边 一定要把工具列的母片检视打勾 你才有办法关闭母片检视 回到我们正常的编辑模式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 一个简报里面 我要用两种的母片可不可以 可以我们刚刚介绍过了 例如我第二张到第七张 我去套用绿色的母片 这个时候我们有两张母片 记得我们按滑鼠的右键去编辑母片的时候 这两张会在这边 好你会发现 每一张母片有它特别的样式和格式 好例如我这个绿色的呢 它的标题呢 我可以做改变 好我们来做个 黄色的 好那大纲文字 我做一个蓝色的变化 好我们先做这样就好了 好关闭母片 好你会发现我们外面的投影片已经做好变化了 好所以记得样式和格式呢 是根据每一张母片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母片有它自己的样式和格式 所以呢您在这个一般编辑的模式之下 你按F11的时候 这个时候呈现的标题副标题 大纲这些设定是在哪一个母片呢 就是在你选择的这个母片 好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好我们把F11关掉 好如果说我在第二张投影片的时候 我按F11 这个时候样式和格式呢 就是这个母片的样式和格式 我们来看对不对 我们看大纲 我们按右键修改大纲 好你会发现这就是 我们刚刚做过变化的天空蓝的字形颜色 好那结束 好结束 好那我们再复习一次 不同的母片 有它不同的样式和格式 当你直接在我们一般编辑模式之下按F11 它是属于哪个样式和格式 根据你所选到的投影片 好那请各位可以在这个地方多做练习 那这个单元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